这一集跟大家讲一下有关影视的有趣的花术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做过电视台做编剧 大家可能都会听过 后来我就出去做漫画 《之后人》也有一段时间 其实最后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回到国内做影视制作 做过制片人 开过班 接着又做过导演 当然不是很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大家就会知道 刘定堅这个人 喜欢说这些东西 因为他那里也有一些不同的制作 大大小小都有的 所以就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有关影视的东西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 就很少有人讲 因为通常在这些行人 就未必会肯揭秘的 也就是未必知道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不叫演员副导演 以我所知真的没有人讲过这些 就是一些所谓演员副导演 究竟去做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去到北京 我们去见演员和导演 他随随便便可以找一二百个美女围着你 那些全部都是艺术师 就是想去拍你的作品 很夸张 其实你有什么需要呢? 那些演员副导演都可以帮你搞定 那我大致解释一下 什么叫演员副导演呢? 就是一个剧组里面 就有一些演员副导演的身份 他负责就是 和你在北京那里 就是主要class以外的 一些比较一般的class 他会和你去搞定 将来一大批给你选择的 那你可以有些人 就是专业找一个导演 或者你自己的导演也好 怎样也好 就去casting他们 看看他们行不行 主要处女、男女女、小孩 大队什么都有 那北京就是一个 所有的演员的集中地 那你无论拍电视剧、电影、主要处女 你都是在那里找演员的 演员都聚集了在北京这个地方 那那些演员副导演怎么生存呢? 就是当然他可以为一些有兴趣 对异性有兴趣的投资者、制片人、导演 主要是这三方面 因为你有话事权 提供一些 和你成为好朋友的异性 他可以提供给你 于是你便会继续用他 他当然也和你解决了很多 拉演员的关系 和诸柱的东西 帮你找很多演员出来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批这样的人呢? 其实是有一些很合理的历史渊源的 话说就橫店大家知道了 其实有些人不知道 其实中国的影视圈是分了两批人 一批就是橫店 譬如我们大家看到很多香港的电影人 其实他不是在北京的 他主要的地方 甚至乎住 整年都不移动 他就在橫店 因为橫店是拍摄的 就算不是橫店 就是另外的拍摄基地 他们拍摄的 做导演、副导演、长妓、制片人 你便去做制片 你便去拍摄 那你去北京什么鬼 北京是另外的 其实北京就是说你要去选择议员 最重要的是资金 比如说你是做制片人 你要搞定资金的来源 或者是发行、宣传 跟投资的老板聊天 跟平台去沟通 所以在筹备方面 基本上都是在北京 所以在北京这边 发生了一堂事后 最后制作才会在类似橫店 这些地方 橫店就有很多不同 因为近年更多 因为是影视旺 于是会有很多不同的电影学院 会出现 就培训了很多不同的演员 其实冰电影学院 或者是上海和北京 都会有不同的影视学院出现 每一年训练了不同的学生 不同的学生会出现 男男女女的演员 当然他们也是有些条件的 就是科班出身 好了 他们就去到橫店那里拍摄 那是男演员 我们先不讲女演员 男演员就明白 为什么有演员副同院出现 男演员里面 当然不英俊 你也很难说会进入行业 那你起码一定的颜值是OK的 对不对? 我们这些当然不行 对不对? 那你英俊 又年轻 这样也可以 又懂得演戏 但是不是这么多个能力 尤其是你年轻人 刚刚出来的时候 就不太懂得交济、应酬、注注的东西 或者你演戏不太好 那用着用着用着 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那么他就在橫店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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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但他虽然 第一他对影视熟悉 他就很多时间了 没有东西拍 挺英俊 他也算是一个明星或者是演员 他对这行人也熟 幕后那些人也熟 但是他就找不到钱 没有东西拍 久不久 有些老板就想有兴趣去投资电影 或者有些导演、制片人 他还会找这些人出来 那两样的 第一样就是他想认识一些女演员 那你等级也分很多 有时候真的拍戏 有时候不是拍戏 也想找那些女演员出来 聊天、吃饭、做朋友 那于是这些人就去帮忙 那你帮了他忙 那可能有些女演员跟他搭上了 那他就会多谢你 那他开戏的时候 那他就会找你了 找你帮忙 那你附近跟我教演员 那慢慢慢慢这一帮不成功的 就是不能做上去做男二、男三 或者男一的男演员 他就会走另一条路 就是做这些制片人 或者是导演 或者是投资者的演员副导演 那因为他随时都可以找到一批美女演员出来 他又很熟悉演员的心态 那慢慢慢慢这一批的人 就形成了一个结构 他就说你有什么剧组 不如我迹之脱美 我加入过去 我成为你的演员副导演 那我就跟你找到演员了 那当然了 你是男的投资者 你需要其他的女演员的 我都可以帮你找到他成为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暂时的女朋友 也有什么都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有很多女演员知道她是有疏醒 就是有机会演到戏的 平时她也有一大堆人 就是会围住她 有什么机会带我 怎样怎样怎样 身身旧旧的演员一大堆 那久了之后 他就明白了 其实全国北京就有一堆这些演员副导演 慢慢形成了 他们甚至乎是有个微信群的 这件事真的很特别 他的微信群是什么呢 他告诉你 哪一个演员 我们说得直白一点 哪一个女性的演员 她是愿意陪导演的 谁甚至乎她陪过我的 就是那个演员副导演 她是愿意的 她自己都是愿意陪导演 愿意陪老闆的 只要你给他机会就可以了 机会的意思不一定是说你有个角色的 比如说你介绍个老闆给他认识 你介绍个导演给他认识 他就愿意的 哦 原来他是愿意的 于是他有个名单 比如说我用过他 我们用过这个词汇 他挺好的 他的态度不错的 他是愿意的 于是他就在名单里面写了 用过了自己 于是其余的演员副导演 就知道了 哦 原来这个女生 他愿意的 那于是他就多了一个 source 就是说如果他有导演 制片人 或者是老板 他对这种的女演员有兴趣 他就可以叫他出来 介绍他 因为这样容易一点 因为你普通找一个女演员 他不一定的嘛 对不对 哦 原来已经有了 所以其实在一群演员副导演里面 他们有一个 list 只要你是愿意的话 你就进入一个叫做愿意 list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他也会有一个叫做不愿意 list 于是乎 愿意 list的女性的演员 当然他的机会就多了很多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群体 就是说他们会直接告诉你 那群体就会直接理解到 他们就控制了一些演员的容量 当然因为他提供到一些很不同的服务 其他人就未必提供到 这群演员副导演就形成了一个群组 他们是大家互相去扶持的 所以这些老板 这个剧组原来是老板做事 那就去照顾老板 那老板要什么呢 那就提供给他 他手上有一群 如果你是需要有女演员来跟他做女朋友 他就会介绍给你 这群全都愿意 那老板觉得很舒服 就不用说这么多 那个女生又明白事理 就是大家理情外缘的 那就简单很多 甚至乎你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女生 他都知道的 因为他们很理解演员的心态 大家互相去合作 所以这一集就讲一些 很少人讲的 应该没有人讲过的一个秘密 就是演员副导演 在中国影视行业里面 发挥的特别叫做特别技能 厉害了 英俊就可以做到 当然了 刘定堅也是在北京做过导演 制片人 老实说 你就看我就知道我们这些正人君子 你一定从一个很正确的官面 很好的看我 你看这些灯照着我几个光亮 就是证明了我是非常正派的 你明白吗? 你要这么看我 那我才会讲多些东西给大家听 是不是? 记住 我是正派的 我是好人来的 我是OK的 你们就记住 因为这个好人 这个正派的 劳定堅 你们就点赞了 OK? 拜拜